因为林美秀最近入围了金马奖女配角奖 不过这个作品是《亲爱的奶奶》 而她自己觉得很惊讶 因为她觉得最近大受欢迎的这部电影《总铺师》 她里面演出的这个角色《碰红嫂》很精彩 碰红色又唱又跳洗脑旋律唱进了金马奖 片中歌曲金马不安入围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金马不安疯狂传唱 不过里头的碰红色没有入围女主角 反而以《亲爱的奶奶》这部电影入围女配角 有一点点吓到了 因为本来以为是《总铺师》嘛 结果是《亲爱的奶奶》 但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可能评审要的不一样 跳房大卖超过两亿的《总铺师》 金马奖却只有入围两个奖项 原创歌曲及电影音乐大爆冷门 不过不管是碰红色还是《亲爱的奶奶》 宁美秀的精湛表现 观众都勇无共睹 最新闻陈梦辉 专华报道